大家好 早安 好 總統早安 大家早安都沒有錯 總統講得對 在入夜清晨或是早上上班的時間點 還是要多穿一些衣物 特別是入夜跟清晨的時間點都還是屬於涼冷的 縱使昨天白天冷氣团減弱了 但是今天起床 冷的感覺還是有的 而且水氣好像在北台灣又有要下不下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在雲林的東南或者是嘉義市區 11.6 13.7 真的都是有點涼冷的 但是在整個水氣 剛剛也說到了 在這幾天 耶誕擋期的雨勢是比較明顯的 未來從今天晚上開始 東北季風增強了 但幸好過未來幾天 在水氣量的呈現上面 就沒有上一波這麼的多了 7點多的即時溫度 14 15 16度 還是希望大家多添加衣物 中午前後 北台灣要升溫的感覺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因為今天 白天有封面掠過之外 傍晚入夜 東北季風就要隨後來報導了 4個人的電量降水 水氣量下在哪裡 區塊 很清楚的 基本上桃園以北到整個花蓮地區 雙北的山區 基隆北岸 宜蘭花蓮 是這個未來幾天的雨勢的熱區 基本上在新竹以南 要出去過節 跨年 戶外活動 基本上都還算蠻OK的 但是迎封面跟東漫部地區 就要斟酌衣服的增減 雨具的攜帶 還有要看曙光的朋友們 東台灣可能要碰碰運氣 因為雲層量是比較多的 溫度部分 你今天看到在北台灣 又呈現了高溫在20度以下的感覺了 中南部地區還有東台灣 跟昨天的溫度 大致上高溫沒有太大的變化 低溫反而都有增加 最主要就是昨天剛說到了冷氣團減弱的關係 所以整體11到16度的低溫 高溫來到了20到26度 高溫跟昨天呈現上面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北台灣東漫部 今天雲層量會比昨天多 最主要白天有封面微弱的來掠過 目前嘉義這邊附近有農務特報 行車 交通 可不可以注意之外 高頻有空氣品質比較糟糕的問題 封面掠過 晚上就有東北季風的情形 低溫目前未來幾天看起來大概就是14 15度 應該就在季風為主 然後有可能來到冷氣團的標準 14度左右 這一波的冷跟水氣都沒有上一波這麼的強 但還是要注意 如果你有戶外活動的話 要出去跨年看煙火 所以水氣量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從今天開始大家都很關心 冷 涼 沒有關係 但下雨就是很煩 所以我們看到未來四天的水氣量 基本上都在北台灣東半部 北台灣東半部 尤其跨年夜當天在整個桃園以南要外出沒有問題 雙北這邊能不能看煙火 目前看起來以多雲為主 然後基隆北海岸到宜蘭花蓮會有一些短暫的震雨 元旦當天要看曙光 確實在東台灣要碰碰運氣 因為雲層量都比較多 所以整體未來四天 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東跟西東是兩樣禽的狀況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北東跟中南部地區 整個水氣跟溫度呈現上都不太一樣 跨年準備 要有心理的建設了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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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